中山高中校長鄭育成特地陪同 基隆國際統計會會掃聯誼會一行人 參觀國中部大德分校 安置學生們的居住房間和活動空間 並且說明大德辭輝班的 陪伴關懷教育理念 基隆國際統計會會掃聯誼會 在理事長劉碧珠帶領下 和基隆市議員張秉均 特地製贈3萬元社福金 感謝也協助大德照顧 這群就讀辭輝班的弱勢學生 有二十幾個小朋友 我們是不是來做關懷 所以我們今天就熱心的這些會掃 大家一同一起 來跟大德國中的小朋友做關懷 就是我們是一點點微薄的心意 我想說可以喚醒社會的人 多多來這邊來做善款 來這邊關懷這些小朋友 今天特別陪著我們會掃聯誼會 來到我們大德國中的實輝班 來去幫助到這些需要幫助的學生們 那我們除了來幫助他們以外 其實也希望來更多的社會大眾 可以知道其實我們很多的學校 都有一些弱勢的學生 他們也很需要大家的幫忙 所以我們也邀請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大家來一起幫助這些弱勢學生 讓他們擁有更好的教學環境 能成為國家未來的棟梁 對於基隆國際統計會會掃聯誼會的幫忙 中山高中校長鄭育成由衷感謝 這個機會邀請大家 一起來關心我們的孩子 政府已經做了不少 包括他們的生活局上 我們都能夠做到基本的照顧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讓這個照顧的事情 能夠做得更落實 讓孩子們有更幸福的感覺 今天要特別謝謝大家 目前大德詞彙班總共有25名學生 歡迎社會各界一起來關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